大家好,我是姨妹 我今天要做一道普遍的名菜 家常豆腐 这个豆子已经泡了一个晚上了 我现在要拿去给它磨一下 豆子磨好了,回来了 现在用这种蜜丸布 来过水一下 把豆汁跟那个豆渣分离出来 好,现在过完了,过好了 我豆漿要拿到锅里面去煮一下了 好了,现在豆浆煮开了 把它摇到桶里来,准备打卤 好,现在准备开始打卤 好,现在准备开始打卤 打好卤,把盖子盖好 静静的等待它一会儿会变成那个豆花 豆花 豆花现在存饭了 我们现在铺上碗沙 把这里面的水尽量的给它摇干一下 好,现在开始压豆腐了 好,现在开始压豆腐了 现在给它包好 放在这边沥水 等它水沥干了,就是成型的豆腐 好,好吃 大土花 好呢? 很厉害 好呀 好了,现在就放在这边,让它沥干一下 好了,现在豆腐做好了,我给它开起来看一下 成功了,成功了 切一下 现在豆腐做好了,我现在准备做一道粉甜凝菜 现在豆腐做好了,我现在准备做一道粉甜凝菜 焖豆腐 因为做那个焖豆腐,食材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全部给它切好了,放在这边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五花肉 然后还有 红菇 这个是葱干,我给它切小小的 然后这个是干贝,虾肉 还有这个大白菜 这个是香菇,芹菜 还有这个胡萝卜 虾,那个葱尾 还有两个鸡蛋 准备好了,在这边 好,这个 豆腐已经捏好了 给它碾碎了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 首先倒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熬出原来 肉熬的差不多了 加入这个葱 葱头 还有这个香菇 炒一下 炒到香味出来后 然后加入这个葱干 还有干贝 虾肉 现在炒到全部味道全部露出来 然后再加入青菜 现在味道都出来了 然后加入大白菜 然后加点蚝油一起炒 然后加点蚝油一起炒 现在倒入水 这个是刚才泡春干的水 现在把这些红菇也加进去 好了,盖上锅盖 给它煮开一下 好了,现在汤都容稠了 现在可以下豆腐 好,盖上锅盖 现在煮开了 盖上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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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t mee delta executed 盖上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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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现在 这个香嫩可口的焖豆腐 就已经做完成了 看一下 太香了很好吃 自己家的豆腐就是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那喜欢宜美的朋友 慢慢多关注点赞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